下一個內容叫做酸雨 酸酸的雨 自然氣的雨水本來就是酸的 為什麼 因為空氣中有二氧化碳 我們理化交過 二氧化碳融於水會變成什麼玩意兒 記得嗎 二氧化碳融於水會變成什麼玩意兒 我都不記得了 完蛋了 炭酸很好 好 所以自然氣的雨水本來就會是酸的 所以這個不叫做酸雨 我們要講的是因為人類的作為所造成的 那麼根據理化交的叫酸雨 成酸性Pg值大於等於小於7 小於7 這個是自然界本來就有的 所以這不叫酸雨 我們要講的是人為造成 因為偉大人類產生的這些東西 而使得我們的雨水酸化要多酸 pH只要小於5 那個碳酸那個酸大概可以到5.5 所以要比它更酸 所以可以叫小於5 然後我們這邊跟你寫 流氧化物 二氧化流融於水變硫酸 李化老師教二氧化流融於水變硫酸 李化老師教二氧化流融於水變什麼 李化老師教二氧化流融於水變什麼 亞硫酸 它實際上是硫酸跟亞硫酸 硝酸跟亞硫酸 那我們在教蒂科 沒有在教理化 我們就把它呼嚨呼嚨 就說啊硫酸啊 硝酸啊 但是如果叫李化老師做的 二氧化流融於水是亞硫酸 三氧化流融於水才是硫酸 還是硫酸 這些東西 剛才前面講過了 這個所謂的氮氧化物流氧化物 本身就是空心軟物質 會造成呼吸道的問題 融於水之後又形成酸乳 另外再構成一些別的問題 請記住要多酸叫酸乳 pH只要小於5 這個叫小於5 叫做所謂的酸乳 ok 然後 牛氧化物是來自於工廠 牛氧化物工廠 火力發電廠燒煤啊 煤中有牛啊 牛氧化物 還有那個燒汽油那東西 可能有牛的產物 才能存生出來 蛋氧化物就講過 蛋不容易作用 可是高溫引擎可以作用 這個在李化老師有教過 就來自於有蛋氧化物 七七車引擎 ok 這它的來源 那麼再來就是 七七車比較多的地方 因為它噴出來廢氣的關係 所以它會容易有酸乳的危害 這樣講是比較簡單 可是酸乳的問題比它更複雜一點 等一下會提到 就是它會跑 它是雨對不對 雨是雲下來的 雲是會跑的 所以你台北市 完全都沒有七七車 都沒有空心亂 它可以從新北市飄過雲下 然後下來增長 我們台灣都好乾淨 華南羽羽帶飄過來 把大陸的酸魚帶過來 所以它的問題沒有這麼單純 不是你搞好就好 因為那個魚是會跑來 跑去的 跑來跑去的 ok 那為了什麼問題 湖泊會酸化 因為酸性下來嘛 湖泊就變酸 變酸以後呢 魚會死翹翹啊 什麼之類的 好 食物的生活會生長 會減緩 然後呢 主岸利用溶氧 它會死亡 還有重金屬的問題 重金屬的問題 重金屬的問題 會使它重金屬含量會變多 變多 然後呢 再來就是照著一些 烏癌酸之類的問題 就是酸以後這些 當當當當當的危害 要了解一下 知道ok了 那麼 還有加速雕像的普世 像這個 這個 左邊是 國外 右邊 中國大陸 這個雕像 放在希臘 放了一千年 都沒什麼事 搬到紐約 不到一個月 它就變黑 幹嘛 酸以 空氣污染 造成 ok 那停車站 它是酸對不對 酸 所以李化老師有教過 哪種岩石 我問的是岩石 我沒有問礦物 我只問岩石 哪種岩石構成的 那個 雕像 建築 容易受到酸魚的腐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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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 找一位可愛的大哥 大哥嗎 大哥嗎 大哥好了 大哥叫做 三一 小老師大人 來 你說呢 什麼岩石 蛤 大理還有別的 石灰炎 石灰炎很好 石灰炎 大理炎跟石灰炎 為什麼 碳酸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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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酸幹會跟酸作用嘛 比方老師有教 碳酸幹加細酸 會產生什麼玩意兒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OK 所以它容易受到膚蝕 這個也是會有人問的 OK 小細酸 然後呢 怎麼來 碳酸幹講過了 碳酸的房子很麻煩 不是你搞好了 我們這裡一點空氣污染都沒有 通通都不會排放出 知道碳酸的物質有用嗎 沒有用 別地方會飄過來 別地方會飄過來 所以 要所謂的區域聯訪 區域聯訪 整個地方 你附近的 都要弄好才有用 你管你自己搞好 是沒有用的 所以碳酸的房子 很麻煩 不是你做好就好 還要去看到別的地方 像我們的大陸沙塵暴 會影響到我們台灣 意思是一樣 OK 這又是有關於酸語的部分